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章1-6节就谈到 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钱财并不是永远都会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拥有财富 因为财富是上帝的赏赐 D节提到有钱人要为面临的灾难爱哭 然后提到这些灾难的内容 一是将财富会丧失 而是财富会生锈 且会成为犯罪的证据 三是剥削欺压工人 四是过奢侈的生活 五是杀害无辜者 钱财往往使人的心堕落 远离上帝的救恩 使人离弃上帝 第七节开始 讲到教会生活 说到要忍耐 等到主再来 强调主再来的日子快到了 主快要来了 这是第一世纪基督教会最终的信息 耶稣基督即将在领 世界末日也要来到 这些话也是在鼓励那些被欺压的穷困者 不用埋怨 或是去羡慕那些不义之财的富人 也不需要互相埋怨 因为上帝会有计划和惩罚 第四二节关于法事的问题是 在教会里可能有人会因为听到许多不实的传言 伤害到弱势的贫困者 使他们毫无辩解的余地 因此往往必须用法事来辩解他们的清白 雅各苏作者再次强调 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句话 就是要让基督徒用实际的行动 来取代说话 取代法事 第十五节提到的 病人所犯的罪 会得到赦免这句话 讲到赦罪 可接受的说法 其中可能是当人生病的时候 才有机会安静下来 省思自己和上帝的关系 藉此 人才会想到自己的软弱跟有限 甚至这时才会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 就是认识上帝 也知道自己确实需要上帝 这样的反省之下 会让帮助人 谦卑下来 总结这一章 信仰需要培养 高度忍耐的心 这样才能使我们在这 纷乱不安的世代当中 不受到迷惑而远离上帝的真理 并且持续不停的祷告 当我们读完雅各书 就会发现作者 已再提醒我们 祷告是很重要的信仰功课 祷告就是和上帝交通来往 也是和上帝保持密切关系的最佳途径 求神引导我们明天 祷告奉主的祢求 Amen 祷告